我是Kunan,大家好,我是阿伯,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然后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这个模拟期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吧,我想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过去三年以来,我觉得给我机球质量改变最大的一项,一个训练吧,就是自从我开始做这个训练之后,我的那个机球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是那一天之后,我机球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毫不夸张的时候,我觉得他帮我捡了 十多,十多干没有问题吧,然后从一个,怎么说三轮车,他帮助我破了85,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么夸张吧,然后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打一个punch shot,低飞球,当我开始做这个练习以后,我开始上网查资料,我发现其实很多职业选手,他们有相同的感受,这是让我备受鼓舞,让我觉得,哇,这职业选手都说了, 那就练呗 这punch shot是什么呢,就是上杆的时候就上到这个位置,上到一半的时候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转到那么多,因为可能我们过去会有这种观念,叫做我们一定上杆上多一点,对吧, 但其实每个人的灵活性你知道是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妹子他可以上到这儿,但是你作为一个常年坐在那个电脑面前的宅男,或者说一个上班的男人的话,你想到想跟他转到同样的这个度数是不可能的,就比如说我,我的灵活性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上杆上到这个一半,上到90度这个,只要你这里转够90度了, 其实就是你的顶点了,如果你还能多转,你就多转,那如果你多转了以后,你觉得你上半身太紧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转那么多,对吧,那转到,其实就是上杆上一半,然后挥过去,然后让你的手停在这个位置,不要让你的手,哇,脱离你的身体,这是这样子, 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个 一个有一点点cut,但是可能是球位的原因,因为打得比较着急,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吧,这就是一个半挥杆,然后我的9号铁的度数是38还是39度,我一点记不太清楚了,然后我们的loft现在只有 27左右,然后carry的话只有122,也不能说只有122吧,半挥杆的9号铁,其实就还不错了,backspin 7066,我这个铁杆容错性比较高,所以套悬它不会特别的高,但是我想表达是什么,就是 我觉得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个launch angle降低了,因为每当我打的不好,或者说我的手用的特别明显的时候,我的launch angle就会变得特别的高,这代表发现, 发生了什么,代表我在击球的过程中,我可能发生了捞球,或者说可能我的中心在后脚,对吧,这样都会造成我的铁杆击球过高,但是 每每每我打不好的时候,我都会回过头来做这个punch shot的训练 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每每打不好,我都会回去做它,它每每都解决了我的问题 或者说,比如说我今天明天要下场了,但是我今天打得跟头屎一样,那么我在打之前我就会练半个小时的punch shot 它会把我脑子里面多余的那些想法都给我抹掉,只让我就是专心在这一件事情上 其实练的时候注意什么呢,就是球位的话尽量放在靠你的左脚位置 你甚至越走越好,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你放在 你放在这个后脚的时候,你本身是,好,你放在前脚是这样 你本身放在后脚,其实你都不用deloft 就是你击出去,它一定都会很低了,所以 所以就,就是,而且你会容易犯一个什么错误 比如说,如果你的挥杆不正确,你会容易往后,你会尝试把它给调起来 对,其实我觉得放在后脚的话,对你练习低肺球的话,是没有太多的帮助 所以我们如果能放在前脚,再进行一个,再进行一个就是deloft 就是减小这个,就是尝试打低肺的这个过程的话,会对你有所帮助 然后再放在前脚的话,放在后脚的话,对吧 你可以,你可能不太需要做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力量转移或者重心转移的话 你就可以积到球的后面,但是如果你放在你的前脚的话 它真的可以很好的训练你上竿,过来这边的这个能力 就是你下竿的时候,你的重量跟重心一定要到你的左脚上,对吧 如果你放的够前的话,你会真的感觉你一定要过来一点,你才能积到这个球 如果你在这个后脚的话,看见没有,它一定会打薄 所以说它迫使我的重心早一点去左边 比如说我现在球位靠前脚,然后我现在尝试打一个punch shot 但是我的重心会留在我的右脚,我们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哎呦 没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球它飞得特别特别的高,你知道吗 这就是代表我用我的手 你看,它已经达到了30.8度 我刚刚会有个明显的感觉,我的手是这样过球的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过球的话,我一定打不到球,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正统的表演 就是下竿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说是这样练 你甚至可以setup,你直接把你的重心移到前脚 这只是一个练习,把你的重心往前移 前移,然后,然后对吧,然后上干上一半 好,我有点不太习惯 你上干上一半,然后再挥过来 你也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 甚至说它可以更让你感觉到你在机球那一瞬间的时候那种感受 你的launch angle会很低,你的倒旋还是非常的足够 其实就是Tommy Fleetwood 大家都知道他的最有名的动作就是他的follow through 然后我看他最新一期的那个视频里面 他就是跟别人说 他觉得他就是这样打球的时候是最好的 所以他干脆就这样打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也会 到时候我可能也会使用相同的办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有点简单无脑 我有点快,但是不会失误 就很不容易失误 而且他很不容易出现大的偏移slice 然后还有个非常好的好处 就是我不会觉得我的上 我不会觉得我的双手很放松 在这个做这个punch shot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我的双手是 我可能双手是放松的 但是我不会觉得我的胳膊有多么的放松 但是他会给我一种感觉叫做什么 就是我一定要这样上去 然后一定要这样过去 就是我的胳膊跟我的上身永远是一体的 它没有,它完全没有分离的感觉 就是我的身子短多少,我的手就短多少 这样我的手永远在我的身子面前 无论是上肝的时候还是下肝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整个的也是one piece 就是它是一体化的 然后我不会觉得我在这个灰肝的过程中 我的手用了什么翻啊 或者这样的感觉 我就觉得它的肝面是非常稳定的 我只要,我完全就是感觉我抹掉了我的双手 我就感觉我整个只是上半身 就是只有我的躯壳 就是这个样子 我只需要 这球就一定会 就是出去的效果会很好 如果我用了太多的手 我去操纵这个球杆 就是我会很难控制球的方向 就是一体 到这儿 就是僵尸打球 永远是一体 而且你如果 我建议你一开始可以用六号铁来练习 什么六号铁 你一开始可以用九号铁来练习 因为它可以真的让你去 让你去想办法降低你的这个long triangle 对吧 它会有一种就是保持这个结构的感觉 只要过去 你永远不会觉得你的肝头超过了你的手 然后等你练得差不多之后 你就可以往更难的练习 你可能说 不好意思屏幕刚好吸掉了 你可能说五号铁的话 你可能说你用长铁 你总不能用相同的办法 但其实 你发现其实长铁也是一样的 好 比如说我现在偷出了五号铁 然后我现在接着用它 接着用punch shot来打 对吧 我不用想着它是一个五号铁 我就把它当成我的九号铁 我就做一样的motion就可以了 我做一样的训练 对吧 上升上一半 对吧 这是一个五号铁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的数据 这也是一个半回 你可以看到球路非常的笔直 然后就是达了两百的距离 我完全我完全没有说是 就是我完全没有说是 OK 我要上多高 然后我的手要怎么释放 就是这些这些观念都被我忘掉了 在这个时候我只关注就是我手到这里 在我的胸前 然后我转过去的时候 一定要让双手保持在我的胸前 让它转过去 当然你知道球是有很多打法的 这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容易掌握的一种 或者说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最好掌握的 对吧 就是用你的大肌肉群 而不是用你的什么手啊控制 这个游戏已经很难了 我不想让它再变得更难了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五号铁 再打一个 哦呦 吓我一跳 对上到这儿 然后打的不是很好 嗯 哇还可以有一点点做跟刚刚一样 然后也是200码 当然最最最最主要的就是OK 一定要让它停在这个位置 停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停不在这个位置 就说明你的身体转动不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人的时候打完球 看见没有 它的身子它会做一个什么流头的动作 我觉得这流头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对吧 一定要让你的转过去 然后有的人收干 非常地丑陋 我觉得这样的手感 我过去收干 就刚打球的时候 手感就是这样 但是一旦打了Punch 我一定要 对吧 昂手挺胸 肝在瞬间 你这样 肝在哪儿 然后我们就是推出去 看 你现在要干嘛 推出去 你不就好看了 你不就好看了 多练这个练习 然后你无非全灰杆的时候 就是多上了一点而已 你就一直练这个就好了 你的全灰杆 无非就是到这儿再过来一点嘛 对 但是我们大部分 有的人到这里 到这里是对的 再往上就变成手了 对吧 然后你再下干的时候 他们就分开了 所以说 OK 你现在全灰杆 你看 你要转转转 不好意思 打P了 反正就是把这个练习送给大家 我不知道我讲的怎么样 我感觉我讲的有点快 因为这屏幕太快黑了 嗯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喜欢 点赞订阅 Let's go 好 好 好